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近日,杨姿与邓威的情侣招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热议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两人无论是从颜值还是身材都非常般配,让人忍不住惊叹简直配一脸。 让啊,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传出绯闻,早在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网友,猜测两人是否在一起了。 对于这一对高颜值的情侣,很多网友都表示非常祝福。 杨姿和邓威都是年轻一代的优秀演员,不仅在演技上备受认可,而且在形象上也一直备受瞩目。 如果两人真的在一起了,那么他们的恋情无疑会成为娱乐圈的焦点。 不过,也有一些网友对此持不同意见,他们认为,杨姿和邓威作为年轻的演员,应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 而不是过早的涉足感情。 邓威的双标行为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,我们不禁想问,双标糖果到底有多甜? 在洗尖的默契互动中,邓威深陷角色无法自拔,而杨子为了调击他的情绪,忽然来了兴致。 翘首编起了小辫子,这个小动作让邓威瞬间展现出贤妻良母的氛围。 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邓威并未立刻察觉,直到辫子编好,他才反应过来,满脸笑意。 杨子解释这样的造型可以,让角色涂山景更俏皮可爱,但邓威却识破了杨子的小心思。 宠溺的揭穿,你再继续往下编,虽然邓威口头上不是弱,但身体语言却无法掩饰他的真实心情,默许了这个辫子造型。 这个小插曲揭示了一点,邓威并不反感,不抗拒这种轻易的互动,他仿佛是那种乐鱼,接受女友梳妆打扮的小狗狗。 然而,同样是编辫子,其他女演员给他编时,他却冷漠不为所动,只是淡淡地要求拆开。 甚至最后女演员自己急忙将辫子解开,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让人啼笑皆非。 邓威对杨子的宠溺与其他人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,很明显,邓威只在杨子面前表现,触及高的包容与宠溺,仿佛化身成乖巧温盛的小狐狸。 他对杨子言听计从,回应的体贴入微,在综艺节目《你好星期六》中,杨子是重心捧月的女主角, 而邓威默默地在背后注视着她,目光如影随形,两人不经意间地对视让甜蜜氛围达到了巅峰。 可以明显感觉到,邓威对杨子的情感有些特别。 在节目中,杨子介绍自己时不忘提到,邓威所扮演角色的名字,他最爱的一时期,而在一次意外的镜头中,他看到了邓威,眼神充满了期待和热切。 这种眼神是那样纯粹,在杀青面上,邓威离开前向杨子挥手告别,言语行动间,处处透露出他的关心与体贴。 这种行为或许就是,现代社会称之为二十字笑好男友,可想而知,在公众面前,他对杨子的依赖还不够明显,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展现。 如果要向杨子表白,他或许会说,再给我五年,别让别的男人住进你的心里,这种坦诚才是真爱。 没有人会不喜欢杨子,没有人会不喜欢国家有儿女里面的下雪。 在电视机前看着长大的小女孩,也是邓威心目中的下雪,是他对杨子的第一印象。 《长相思》是他与杨子合作的第一部剧,也是在这部剧中,邓威第一次遇见了杨子。 在见到杨子之前,邓威自居自己是个后辈,称呼杨子为杨子老师。 第一次被工作人员,临近化妆间见到杨子时,邓威的心里感受是惊慌的。 合作下来之后呢,邓威在直播间表示,他觉得杨子是可爱的,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。 话歌重点,小狐狸已经不叫杨子为杨子老师了,称呼的改变,就是关系的改变啊。 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,随着拍戏也逐渐有了变化。 在导演面前走戏,杨子故作硬汉一般的讲着台词。 邓威努力别笑,终于还是把杨子给笑破功了。 导演教杨子该如何硬汉一点的聊邓威。 邓威在一边竟然害羞了,杨子好奇的凑上前去,摸邓威的下巴, 问她的小脸蛋怎么红了,名副起时的调戏小交付。 当邓威因为剧情,整个人被包在得像个木乃伊一般。 我们都知道,这场戏其实在正片当中,节奏靠前,不仅仅是角色刚刚认识, 他们俩的对手戏也才刚刚开始。 可是一看花絮,杨子就已经很欢乐了。 跳舞去逗邓威玩,邓威虽行动不便,但也还是小幅度动作的回应。 杨子还出谋话策的建议导演组,应该给木乃伊的邓威拍个内心OS, 在大草原上奔跑,还有一场戏的花絮,也特别搞笑。 这场戏就是杨子发誓,邓威一把捂住杨子的嘴。 这场戏简单的动作,来回拍了好几场,因为邓威回回都捂错了地方, 想要捂杨子的嘴,回回都捂住了她的下巴,杨子乐得笑不起腰, 两人绷不住地笑到发疯,邓威不好意思地学起了杨子的动作。 杨子被夸夸开心到羞涩两人这状态,距离居外都好甜啊, 杨子是剧场的开心果,是众所周知的。 杨子手舞足蹈时,邓威竟然一直冒着星星眼的在叮叮, 情不自禁地低头低笑,想必阁下当时的内心OS就是在想, 姊妹怎么这么可爱?邓威一见杨子就笑不拢嘴, 他在闹他在笑,妖精夫妇,系里系外都甜到不行了。 最好课的是,杨子居然在直播中说漏嘴了。 剧组全员直播时,邓威被Q唱歌,杨子却率先替邓威回绝, 他肯定不唱,邓威一愣,这才开始跟网友解释自己不唱歌的原因, 是因为今天的嗓子有点毛病。 邓威解释完,杨子又来了一句,我知道,我都没问你,好家伙, 杨子是个大漏勺啊,有没有一种可能? 他是在向观众朋友们解释,杨子你为什么知道啊? 想必,演员们私下都是有联系的,知道朋友身体不适, 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,不只是一点点脸红啊, 邓威你小子真的是不要太爱了。 小情侣对戏中,杨子刚说完台词,就蹦蹦跳跳的, 跳起来亲邓威,注意看这个时候邓威的反应, 竟然下意识地撅着嘴尖,对杨子的亲情, 没有一点点拒绝,脸上挂着的笑容,不值钱, 真的很不值钱,导演给邓威杨子讲戏, 本来气氛还好好的,直到导演突然提醒邓威, 这场戏试图删减,不打无状与防风亦发生亲密关系, 邓威一听到这个关键词,马上就表情突变, 生气地埋怨导演,气鼓鼓地反击说, 哎呀我知道,你非要提醒一下,杨子特别着急, 看到邓威不小心表露了情绪,杨子疯狂眨眼睛, 跟邓威识眼色,暗示邓威周围有镜头, 杨子是真的很照顾邓威啊,太贴心了, 可是我们的小狐狸邓威,什么心思全写在脸上, 一丁点都藏不住,唯独剧本,杨子找了个清凉的歇息, 邓威在旁边暗戳戳关注,一边看着剧本, 一边装作不在意的,眼神悄眯眯地偷看杨子, 邓威先前尊杨子为前辈,一想到跟杨子搭档就特别紧张, 跟杨子相处一直都磕磕套套的,没成想后来在花絮中, 两人演员已经发展成了,极好的朋友, 邓威也恍然发现,杨子本人很会跳动气氛, 相处起来没有距离感,杨子特别周到细心, 知道邓威的家乡,想必是做不了解了, 杨子还对邓威有一双会演识人的眼睛, 会引导邓威演戏,会发现他的所长, 咱就是说,遇到这种职场共患难,共互助的同事, 真的很棒,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尊重杨子和邓威的隐私和选择, 作为演员,他们在工作上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, 如果在私生活上还被过多干涉,未免有些过于残酷, 我们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演员事业上, 继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, 最后,祝福杨子和邓威在事业和感情上, 都能够越来越顺利。